长时间玩手机 让本来就是生理曲度 改变的颈椎 血上加霜 所以才引发了 这个所谓的这种脑梗 对吧 对 这个脑梗是一过性的吗 不 这个我们说梗塞是什么呢 梗塞一定是有 血管里面出现血栓 这个血栓无论是外来来的 还是就是说血栓形成的 那它一定是有这个栓 只是栓的大小和后续 对功能器官的影响 为什么说如果出血栓了 而且有症状之后 尽快到医院 在四小时之内尽快溶栓 因为你溶栓之后 这栓就解除掉了 它就不会影响功能 但是你没有叫它溶掉 那后续的 它造成功能的损害之后 再想再恢复 我们知道中枢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是不能够再生的 这死一个就没一个 那它造成的损害 是我们没法解决的 听到这儿 我们很多朋友就比较担心了 他就想问一问 这个颈椎病引发的脑梗 在这临床上多吗 颈椎病我刚才也说了 跟脑梗之间 有没有必然联系 目前来说 没说这件事情 但是颈椎病病能导致什么 能导致椎动脉的供血不足 椎动脉本身 由于老化 带有斑砖腺块 你要有再有山膏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 血栓脱落 那就形成斑块脱落之后 形成血栓 或者是血栓形成 那这个时候就出 脑梗塞的情况就特别多了 像颈椎病引起的脑梗 和我们平时常见的 像三膏 还有长期抽烟喝酒 引起的脑梗 从这个症状上 我们能给它驱分开吗 不能 这就是肯定的 既然是脑梗 它只是部位的不同 造成的功能的障碍 都是有相同的功能障碍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说 一旦出脑梗的时候 那它一定出现了 神经系统的改变 像后循环的 和刚才说的 肿路不稳 哪块是不行 头疼得特别厉害 那你说像前循环 大脑前 大脑中的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身舌不居中 然后吹气偏 抬头瘟消失 然后包括就是说 肢体运动障碍 这一系列的情况的时候 就说明它出现更帅 它的烟可能不同 但果一定是造成 颅内神经的损害了 说白了 不管是不是因为 颈椎病引起的脑梗 我们都应该重视颈椎病 对吧 对 那长时间的低头 肯定是不好的 那么这样防低头的神器 应孕而生 那我们看到 视频里的朋友呢 戴上这个防低头神器之后 真的就低不了头了 它就真的能改善 我们颈椎的问题吗 我们说戴这个东西 有没有好处呢 相对于你长时间低头来说呢 可能展示的是有意义出的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看好 它的适应症和时间 我们互动群里有朋友问了 他说他前几年呢 因为颈椎病 然后到医院呢 就进行了一个检查 医生给他就 让他带了这个颈托 然后感觉和这个防低头神器 特别像 他想问一下 这个防低头神器 能不能代替这个颈托呢 我们说颈托的带的时候 也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带 带多长时间 它的这个压力是多少 然后呢 它后续的 就是说持续的维护 是怎么做的 因为椎体之间有小关节的 吻合的 这个如果说造成它的紊乱 那后一步就更麻烦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说 一定是在专业指导下去 做这件事情 这么看来 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 靠神器是不靠谱的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是不是还是得靠 就是日常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说得非常非常好 实际上我们说 整个肌肉的强壮 它会保护你的颈椎的 如果说你能够适度的活动 然后呢 这个活动也不能过是吧 然后呢 不造成水上的前提下 你这样的加强锻炼 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说完了就是你靠颈托也好 什么外在的 这个外挂的东西也好 最后它是暂时的 还是自己的肌肉强壮起来了 这个保护才是随时随地的 对非常好 它是这是根本 我们那个是什么 标 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何帮你一下 但帮完你 你一定要有这种能力 叫它就是说恢复 叫它自己强壮起来 这才是没有病的根本 其实相比于什么低头看手机 大家觉得挺普遍 上厕所是最普遍的 对吧 每个人都得去 你可以不看手机 但你必须上厕所 对 这个第二条新闻里边说的内容 我们看看解读差在哪了呢 前不久 江苏苏州34岁的李先生 在上厕所时 突然出现腰腿痛 双脚麻木等症状 大小便失禁 且不能活动 经医生诊断 李先生得的是 急性腰椎肩盘突出 半马尾神经损伤 双下肢瘫痪 这条新闻里面有什么样的隐藏信息 必须要弄清楚 大家不用特别的害怕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立淳老师 好好分析一下 这一条新闻里边的健康问题 我们先进一步 我们先进一步